十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田间散步 看着美丽的自然景色 我开始思考如何好好的维护这个环境 那时候就想 不如在这里盖一栋环保的房子吧 我从事太阳能事业 如果能够透过我的专业 实现一个太阳光电屋 并实施有机工作 看看能不能为土地做一些什么 这个家有130平 一共三层楼 一楼是客厅与厨房 二楼是教育厅与卧室 三楼则为储藏室 现在我们三代同堂住在这儿 还有两只狗与三只猫 我们不断思考如何环保与节能 从发想到完成 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这面墙使用建筑一体型的太阳能板 它防水可以替代建筑物的外表建材 下雨水沿着墙往下落 回收进车库底下10公吨的水池做过滤 可以用来浇花 而屋子产生的电除了自给自足外 还可以跟台电共能共存 产生收益 一进到室内就会看到这只块木 50年前它在山上倒下 因为尺寸太小 一直被放在除木场 刚好缘分让我遇见 我将它从一楼贯穿到三楼 就像日本大黑柱成为这个家的精神象征 盖房子的材料 使用90%回收材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从老房子宿舍和学校收集而来 它们成为房门、家具和楼梯扶手 台湾人做匾额既会木板有洞 我也把它取回来变成木门 在建造这栋房子时 我跟着装潢师傅开始学木工 做出兴趣后 直接打造一个木工房 目前架上架上箱子里 大概有一千多只工具 收纳上我把常用工具 例如钳子或尺 放在最方便拿取的位置 并把手动与电动工具各分成一区 上面的小阁楼是孩子的房间 房间的柜门跟木窗帘 也是我用回收材做的 水资源是珍贵的 当然在我家也是 出水设计都依靠柜子的门 脚往内就会推出水 脚一开水就关掉 手不用碰触水龙头 可以省下不少水 平常淋浴刚开始的冷水总会被浪费掉 设计了热水循环系统 只要按下这个开关 不用开水 让它内部水管回流一分钟 打开后五秒就出热水 我希望这里可以开放所有想了解绿建筑的人 当客人多时 运用机械手臂 将挂在天花板的木头放下 L型的桌面可以坐满12个人 这座溜滑梯每个人来一定要体验 它让房子更有趣了 目前我们家有超过一万七千人来参观过 我期待透过他们再将理念发散出去 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要持续维持 并且保持初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